那我們今天跟大家報告 我們就新增了207例 COVID-19確診的個案 206例是本土1例境外移入 那今天所新增的206例的本土個案為 90男116名女性 年紀介於未滿5歲至80多歲 居住的縣市分為新北市97例 台北市89例 彰化縣9例 宜蘭縣及新竹縣各3例 桃園市及紀錄市各2例 台中市1例 台北茶藝館相關的105例 那萬華活動室相關的44例 那抹社團相關的有5例 那宜蘭遊藝場群聚的有3例 那南部淨湘團的有1例 那甚至還有48例在疫調中 那至於說我們整個醫療資源的盤點 那分成2塊 那麼以全國的負壓隔離病床數 658床核定數 那到今天的空床是297 在台北區啦 就是從台北區這個區域 來講的空床數確實是比較吃緊 是空床是51床 那大家都知道在雙北的通勤 是以捷運跟公車為主 那現在在使用這個搭乘 主要還是以電子票證 那我們3個電子票證 現在在臺灣的3個電子票證 UO卡 以卡通跟i-cash 其實他都有記名的這個功能 記名的功能 那目前3個卡片 其實他們現在記名的比例 大概在30幾%左右 那我們希望大家多多使用 記名的卡片來做搭乘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達到搭乘 公共運輸系統的時候 也是可以達到實聯支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我們會授權給各自家市 縣市政府以指揮中心記者會 確診個案資料發佈原則 來發佈確診個案的公共場所的活動史 如果假設今天 我知道我已經就是檢驗陽性 我是一個確診個案的時候 我需要注意什麼 那第一個是說大部分的COVID 的感染症狀其實是相對都是輕微的 所以基本上休養後其實是可以自行康復 所以請確診個案先在還沒有接到通知之前就請先在家中不要離開 那等候公衛人員的通知 那第二個是當你還留在家裡的時候呢 請注意一定要一人一室 要使用不同的衛衣設備 然後不要離開你的房間 那另外在家中的時候 那另外在家中的時候 還是要佩戴口罩 並且注意手部衛生 那如果你有出現發燒症狀 你有身體不舒服的部分 你可以用一些退燒藥來緩解你的不適的症狀 那盡量多休息多喝水 那請你在這段時間呢 也先注意自身的變化 如果假設你有出現 呼吸困難 持續性的胸痛 胸悶意識不清 或者是你的嘴唇皮膚有發脂 等等的現象的話呢 那請你趕快跟119聯絡 或者是跟衛生單位聯絡 那依照指示來就醫 而就醫的時候要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那第一個當然還是希望全國 現在在面臨這樣的一個 比較 大量 COVID-19 CASE的狀況下 那希望在醫療營運 還是持續的降載 目前我們自己國內的醫療 也當然就已經減緩了 所以對外面 中心來的國際醫療大概全部都建議暫停 此外對於我們員工的健康監測 那本來也持續都已經有在進行當中 那這一段時間我們更要求 更請各醫療院所還要更加的加強 員工的健康監測 那麼第一個呢 是全面性的所有的企業呢 都應該對於他的員工 以及工作的場所加強衛生管理 那就如同在這個看板上面呢 所呈現的 那麼一定要去落實員工的 健康監測計畫 跟即時的異常通報 跟追蹤處理 那麼一旦有任何的不舒服 或者有需要這個休息的原因 那麼都希望企業呢 那麼給予較寬鬆的請假 條件 那麼 讓他能夠 適時的在家中休息 但是呢應該要強化 在休息 這一段期間的 這個管制管理